你是台湾研究中国的内行人专家 我想问 这次我们讲 马英九是祭祖之旅还是羞辱之旅 马英九仿中官媒经97日报道 观众朋友我给大家看 这方面就很清楚 因为马英九去中国的同时 李显龙也去了中国 两边的 你光看色彩丰富程度 就知道两边有差别了 李显龙的这个 他这个所谓红地毯 不只是一般地毯 还是特别做过这种 中式的地毯 然后变成李显龙 搭了红色的领带 再变成这个红色的小朋友 送上的鲜花 哎呀 这个就是派头 更有趣的事情是 马英九这个 很素啊 甚至素到有点寒蝉了嘛 好那除此之外呢 很多人 尤其是懂中国的专家 都提醒我一件事 除了看马英九 寒不寒蝉之外 还要看一个 官媒的报道 官媒的报道 如果大幅 那个规格还是在 官媒的报道 如果寒蝉 那就真寒蝉 结果找到官媒报道 哎 这是中国官媒 竟然多少 97字 你没有看错 只有97个字 你97个字 打传给女朋友 女朋友都会骂你 没诚意了 你还来报道马英九 说什么东西呢 新华社 上海 3月27日 电 记者 你如果97 把这十几个扣掉 你剩八十几个字 或七十几个字 马英九 率团抵达上海 并赴南京 中共中央台办 上海市委书记 有关负责人 到机场接营 据了解 马英九此次来大陆基础 参访 并带领台湾 今年学生前来交流 将到访南京 武汉长沙 重庆上海等地 这个算是我看过 非常非常敷衍的新闻稿 而且讲马英九 连先生都省掉 所以宇长老师 你怎么看 马英九这次记组 到底是记组之旅 还是羞辱之旅 我来帮大家盘点一下 因为今天到了南京 从昨天出发 马英九被人家降格 穿小鞋有哪些事情 但是各位会不会生气 我是很生气 但是马英九自我感觉良好 第一个 你再怎么样 做台湾的航空公司过去 不论是华航 你怎么做中国的飞机 那是叫搭校车 听懂了吗 搭校车 搭校车 就像小朋友回家的时候 基本上学校派车 搭校车 把他载回家了 或是爸爸妈妈 怕你走失了 怕你人不见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呢 昨天本来敲头打鼓说 国家级的领导要来接机 本来我们以为是丁薛祥 因为排名老六 更重要的地方是 他叫做郑国级 因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在老公的认识中 这叫做郑国级 所以说本来大家以为规格蛮高的 但是马英九在飞机上出发前 一定知道 忽然变什么 陈元峰 跟各位透个底 陈元峰是什么 乖 他大概见雨潮老师差不多 我还真的见过他 我什么咖 对不对 我又不是马英九 如果今天从丁薛祥变成元峰 马英九有骨气要学谁 学李登辉 李登辉过去过境外交的时候 到安哥拉治 还有谭香山 结果请他下飞机的人 觉得层级不够 各位你知道李总统做什么事情吗 不下飞机 对嘛 你叫人上来飞机上见我 马英九应他不下飞机 说好的丁薛祥 你叫李晓东 还有叫呢 我们都举个简单类别 观众不知道 什么叫正国级 什么叫副部级 本来说是行政院副院长 下边陆委会副主委 这样懂了吧 这沉级的拉扁 中国是非常沉级的 部长是正部级 副部长是副部级 你部长上面才有可能到副国级 副国级上面才有可能正国级 正国级就是中央政治局的常委 六人或七人嘛 你正国级他们都统称 国家领导人 领导人嘛 他这个规格你知道是什么规格吗 前 省长 卸任后 访中的规格嘛 所以他人家把人家当台湾省的省长 我再可不可以说一下 丁薛祥是政治局常务委员 陈元峰呢 连中央委员的候补委员都不是啦 比省长的规格都要来得低的人来接你 你不生气 还有呢 我们今天来不及准备一张图啦 2008年陈玉玲来台湾访问的时候 陈玉玲耶 国家办主任耶 马英九总统呢 给他铺红毯啦 结果呢 迎来马英九是什么 水泥地啦 水泥地跟红毯差多少 还有呢 没有公务车 不要说一定要黑头车喔 他们是渔贯一起啊 上啊什么 机场啊 那个接驳车啊 就接驳车嘛 然后直接上高铁 难怪嘛 被矮话不孝为安嘛 所以呢 马英九不生气 第一个 其实老共是最喜欢玩啊 规格政治学的 马英九基本上 不论代表自己也好 代表国民党也好 更重要的是代表台湾嘛 因为是现任元首嘛 基本上什么都不在乎 还有呢 刚才郑浩说讲的 这个帮忙 好好分析一下 诶 怎么会新华社 用97个字简单 报占马英九啊 我告诉大家 这个典型 需要统战你 但是呢 这叫战略上的藐述你 战术上的尊重你 哦 毛泽东说的嘛 对 这个叫做先生夺人 大家要谈判 我先矮话你 矮话到什么地步 接机规格 你看到了吧 来的人你知道的吧 没有红地毯你看到了吧 官媒队的报导叫做呢 去主权化 去规格化 简单讲 有这一回事 简单讲就有这一回事嘛 他们出车祸 报导车祸新闻 你这也不会知那么少 哎 哪个女明星哦 跟他高官怎么样啊 基本上啊 是他的几百倍啊 台湾的元首去 就97个字 是难看的吧 这意思是什么 有这回事 好了 让你了解啦 所以说呢 马英九在那个地方呢 主场被人家框住了 别让你叮了啦 你也没有机会说什么的啦 主场求证 都是我的人 刚才我想一想补充一件事一事啊 后宜那个 什么人人都有外交官 那不是小学三年 那超实神的嘛 人人都可以是实神 只要有心嘛 后宜大概想表达这个 刚才对比李雪龙 李雪龙是新加坡的总理 新加坡是采啊 双手昂志啊 他总统呢 基本上是虚位元首 他就是实质元首 铺红毯 这才叫做规格 马办的人一直说呢 马先生不在乎 或者是说呢 这个事情都不重要 甚至呢 某位随形的学者还说啊 这是淡化政治的需要 某位教授说的哦 说之所以规格降低啊 是为了淡化政治的需要 我从头到尾听不懂 马办不断地说 要淡化政治 或淡化政治意图 你不要去就最淡了嘛 你干嘛去还说淡化 这什么意思 关键在于 你有淡化吗 你12天 祭祖真的只有那两天而已 4月1号啦 老实讲 其他全部都正式行程 还有你明知道呢 统战就是老共的工作嘛 人家哪有要淡化处理啊 你自己讲淡化的意思是 你根本是欺骗社会 请问马一九去 有没有想要谈所谓的统一 他说不排除 不排除嘛 虽然马一九没有亲自这样讲 但萧续成这么说 那请问马办的主任这么说 副成这么说 那你就是有政治企图嘛 你真的要去好好谈政治 讲的是什么 讲这个规格嘛 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对等嘛 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啊 彼此 最后一个结论啊 国民党朋友就有来说啊 在新加坡的时候 是啦 如果今天啊 习近平 马一九叫习近平 称他习先生啊 我是觉得无所谓 反正呢 习近平也不在乎啦 但是呢 习近平在自己的主场 会不会在乎人家 怎么称呼他 会 可是现阶段 你在中国的主场 你说克水主辩 我觉得是你自己太随便 什么意思呢 不把自己啊 看成是一回事 你又如何呢 期待别人把你当成一回事 还有你又如何期待 九十要克数的 所有线上的朋友 把你当成是一回事啦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夸张